意料之中的卡佩拉还是与火箭达成熟约协议,五年九千万,一年薪水一千八百万美元,对比上赛季卡佩拉的二百三十三万美元有较大的涨幅,一千八百万美元对于卡佩拉来说,确实值得这份合同。 上赛季卡佩拉今后再的表现有目共睹,面对唐斯斯毫不落下风,这个薪水与骑士中锋汤鲁森以及诺阿比勇博等中锋一样的价格,但是不一样的实力,禀皇上赛季场均命中率能够达到65.2%,与勇士的系列赛也能场均贡献10.3分10.7篮板,莫雷的这比钱可谓花的并不冤枉, 火箭是约卡佩拉以及预定安东尼之后,火箭的主力框架也基本锁定。 哈登,保罗,塔克,卡佩拉,安东尼应该会是校赛季的首发,替补作用安德森,内内,格林,格登,恩尼斯以及麦恰威,还有亨特,周琪,欧鲁阿库这样的年轻球员。 目前火箭有14名常规球员,而亨特目前的合同到期,不知道莫雷会不会提供给亨特一份合同,而莫雷预计还会为火箭堵墙外线。 而自由球员中,有几名外线球员很适合火箭队,首当其冲的就是外线老妖克劳福德。 虽然克劳福德已经38岁,但是看他的竞技状态,再打一年没有任何问题。 上赛季效率与森林郎,还能场军贡献10分,这位38岁的老将拥有着不错的三分能力,而且克劳福德的薪水也不会很高。 上赛季格登记后赛状态起伏比较大,格林虽然稳定但是防守是他的弱点,如果克劳福德能够加盟,也将会打大提升火箭板邓锡的实力。 老将维德至今为止,还没有宣布自己的下家,曾有消息传出他将本赴CBA,但是现在看来可能性不大,闪电侠维德上赛季在热火场,只能得到却二分三来百分助攻,与热火合同到期后至今为止,也没有传出与热火许约的传闻。 维德季后赛经验丰富,个人能力出色,不过伤病可能是莫雷会考虑的一个问题。 内线方面,油质内线并不多,门罗与奥卡夫都有各自的缺陷,不知莫雷会作何取舍。